403特殊造型实体 我们看一下图 这是等角式图 前式上式 我们从前式图开始 好,那我们点选深藏填料 好,然后点选呢 前基准面 好,点线 那我们从这一点开始画起 好,来 好,水平 垂直 水平 好,画半圆弧 好,水平 切齐这边 垂直 水平 下来 然后水平 切齐这下面的点 然后再画一个四分之一弧 好,水平 切齐这一个点 然后画半圆弧 然后切齐下面的点 OK 好,那这边我们做几个约束 第一个这条线跟这个点要做重合供点 好,这条线 这一条线跟这个点要做重合供点 好,然后呢 这两条线要做贡献对齐 好,那一,二,三 这三条线 我们要做相等约,等进 相等约束 好,来 那做完之后我们开始标尺寸 好,来 呃,这边 我们要给5 好,5 然后这边是R9 这个是9 好,然后这里 到这边的距离是20 然后这一个是6.5 好,然后呢 接下来这边是30 这里到这边是30 好,然后这一个点 到这里的距离是10 好,然后 呃,来这边 是60 好,那这时候呢 这边就完全约束之后确定 好,那这个的厚度是20 好,所以我们这边用两侧对称 然后20 好 两侧对称 好,20 确定 好,那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先完成上面这个部分 好,来 这边选择深藏除料 好,然后画一条建构线 画一条水平 好,然后呢 再利用线 画出这个形状 好,来 从这个点 水平 垂直 好,这边是水平 然后画一个弧 到这个点 再回来 好,然后呢 我们来做镜射 框选起来 选这条线 确定 好,来 我们来看 尺寸 好,来 第一个 这里 到这边 是 14 好 然后呢 这里 到这边 是7 好,然后 这个半径是 R20 好 那 完全约束之后 确定 好 那这边 除料的部分 好 除料部分 1 2 两个都要 然后选择下一个面就好 完成 好 那这边就完成 好 来 然后 接下我们看一下 半部的部分 来 深藏除料 选这一个面 好 一样 我们画一条建构线 水平建构线 好 然后画一个圆 好 然后画线 好 来 这里 我们这一个 连接 好 画到这里 来 再一条 这里 画到这里 然后连过来 好 然后呢 修剪 好 修剪之后 我们给尺寸 好 这一个 是R5 5 好 然后 圆心 到这边的距离是 3 好 那这边完全约束之后 确定 好 那这边 我们 一样 到下一个面 好 完成 好 那这边完成之后 接下我们看这边的部分 好 这边我们先做倒角 好 来 倒角 好 这一个边 跟这一个边 好 这一个 我们要用等距 距离距离的部分 然后 1 这边是2 然后这边是5 5 好 确定之后 出来就是这个部分 好来再做一次 好 倒角 来 那一样呢 前面 好这里 一样 这个边 跟这一个边 好 做等距等距 好 好 然后这里的 现在倒过来 好 这边是2 这边是5 好 确定 好 然后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边找掉 好来这里 点选 生长除料 选这一个面 然后我们画一条建构线 从这边的终点 画一条水平的建构线 好 然后呢 这边画一个 矩形 用中心矩形 在这里 画一个矩形 然后两边一样长 所以我们用相等约数 然后边长是10 好 然后它的 中心点到 这边的距离是 27 好 然后呢 完成 好 那这边往下着的深度是10 好 确定 好完成之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圆 一样 我们做生长除料 选这一个 来一样呢 再画一条 水平的建构线 这边要先勾选 水平建构线 好 然后画一个圆 好圆的直径是5 好圆心到这边的距离一样是27 好确定 好然后这边是完全贯穿 然后这样子 确定 好 然后呢这边的sy 在这里 所以我们给一个 坐标系统 来00点 原点改成在这里 好然后是s是这一条 y是这一条 然后方向 要 这个s要颠倒就好 好 来确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的部分 好 表面积 为何 来评估里面的 物质特性 表面积是 74114005 好 然后z轴 负的 15.4291 好 然后接下来他要改变这些尺寸 好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灰图 好 这边填料的部分 好第1个 T 改成6 好 第2个呢 L1 改成18 好 然后R1 改成10 然后这边 L3 改成12 然后L2 改成32 好 好 这边OK之后确定 然后呢 这边20不变 OK 好然后呢 接下来 除料的部分 好来 好 这边哈 来 这边L5 改成15 R5 原本20 改成25 其理的不变 确定 然后接下来这个除料 好 这个R2 原本5 改成6 其理的不变 好完成之后呢 来这边 诶 除料 好这边的 L4 改成30 好然后 这边的 这边27 改成30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的 部分 来 他告诉我们改变后 模型的体积为何 好来 点选 物质特性 啊 体积是 198 13 点 2014 好来 然后呢 Z轴 是负的 16 6点 3664 好然后 AB两点的距离 A跟B是 哪里 A是这一点 B是这一点 好来这边 测量 A是这一点 好这边 要先清楚 好 B是这一点 好答案是 61.1249 好来 以上这边 就是403 题 我们下个人 说 我 这边 就是